因為醫生就說我得了這個病是 一輩子是不會好的 所以我那時候用了一個不太好的意念 就想說讓自己趕快結束生命 很努力很努力就是把我的課業 然後我要做的事情完成之後 我就可以走了那種感覺 後來真的到那時候癱瘓的時候 我才發現說要有這個意念 真的是很可笑很努力 就是要把自己找回來 然後把自己的身體調好這樣 我一直以為拿到的成就感就是快樂 然後等到那時候癱瘓的時候 就所有東西好像都放下了 我突然才發現說原來可以這麼輕鬆 現年33歲的林玉婷 從小被家人捧在手心裡 自我要求相當高的他 成長過程完全不需要父母操心 一路走來成績相當優秀 就是所謂的子優生 但很難想像 讀高二時他就遇上了人生第一大衝擊 罹患了永遠不會好的疾病 全身系免疫系統失調 有成做紅斑性腦瘡 那時候是高二的時候 我讀那個自幼斑 那時候壓力很大 然後就發病 他就說他很累累到爬不起來 結果睡覺起來整個頭就腫得像豬頭一樣 那時候就是那陣子他一直狂喊說 骨頭痛然後就一直掉頭髮 後來就帶去檢查 然後醫生就說他的 應該就是免疫系統方疑的問題 那時候確定出來以後 他就開始所有的那些病症就都出來 就開始發燒啊 骨頭痛啊 剛開始還以為是成長痛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那個SLE 他也是會去攻擊那個關節 那時候有乖乖的吃藥有調就好一點 做醫的時候 然後他剛好學期末 然後再來就是要 再一個禮拜他就要去出國 就這樣子 突然他說尿尿尿不出來 然後又發燒 後來就馬上去帶去醫院去人種 然後後來在急診室的時候 醫生是把他用尿道發炎在處理 然後他一直喊說他的背非常非常的痛 所以我們就一直要幫他按摩 就是不停不停的按摩 可是他都是一直無法去解痛 然後醫師幫他打什麼止痛針 也都沒辦法解痛 然後四天 到第四天他覺得 終於不痛了 那時候才知道原來是已經癱瘓了 那時候有檢查 但是檢查不出來問題 那也不知道說為什麼他一發病起來 就是這麼嚴重 從胸部一下就整個癱瘓了 他說你要心裡整備 你一輩子就是這樣子癱在床上 那時候哭喔 狂哭 哭到真的不行 他想說 那個小孩子健健健康康 然後怎麼就突然就這樣子 醫生就跟你看死去 就說你就是一輩子怎麼癱在床上 那個痛是醫生說像生小孩的痛 那種生殘痛那種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經在剝離的狀態 醫生喻言可能一輩子得臥床 這對喻婷來說是相當大的打擊 全家人好幾天以淚洗面 但也因為這第二次的衝擊 讓他終於放下對自己的過度要求 不再追求滿足世俗眼光的成就感 找回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和體會到真正的快樂 因為我在小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我喜歡畫畫 那時候也學畫 然後學得還不錯 然後還有還得獎 他全國的那種得獎 然後我就想說我未來要當畫家 後來發現說在台灣的那個 藝術的路其實不太好走 然後我就毅然決然就是說 好吧那就走 人家說走比較有前途的一個路 然後我就走得傷 就是很努力很容易讀到大學 然後然後研究所 然後癱瘓這樣子 癱瘓了之後才發現說 那我就畫畫好了 癱瘓然後我有好起來 就是回去把研究所再完成 然後就還是在寫論文的時候 壓力還是很大 我的個性就是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沒有完成 我就想把它完成 然後完成了之後 就腦梗塞了 對然後腦梗塞是 真的那是我最 最絕望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說 以前腦袋還不錯 然後腦梗塞之後是 完全全部都沒有思考 什麼東西覺得這個世界是什麼 我不知道對我來說都沒有意義 腦腦中風 然後我就去傷害到他的語言區 他那時候是連一二三四 完全都看不到 要講什麼完全的 我會講 比如說你問他說你吃飽的嗎 他會覺得 他會可能會講說 我很快樂 他認為說 那個很快樂就是 意思說我已經吃飽了 那時候他做語言治療 治療了六個月 他要從一二三四開始去寫 然後老師教他寫金木水火土 這個筆就是筆劃都是非常少的 筆劃就是沒辦法寫出來 還好就是這樣子慢慢慢慢的 一點一點的找回來 可是有時候他現在講話 有時候還是會有一點卡 2012年癱瘓後 玉婷靠著意志力 在三年後重新站起來 靠著自己的力量走路 並完成研究所 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切 但老天爺的考驗還沒中斷 接踵而來的是 福晴卻正喊病過世 喊他突然的腦梗塞 其實後來他爸爸也是在 103年的時候就離開了 1001年的時候癱瘓 還好爸爸還在 就可以幫忙分擔一下 後來爸爸過世以後就是 我們所有的親友們都就是這樣子陪伴 然後在各方面的支援 然後還有就是說 剛才我有講到的 就是還好我們有個信仰 那時候經濟上還可以 我們就把這個人 就是把機會留給別人 給更需要的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一直沒有去申請 以前真的是一點都不樂觀 你會背負著很多的一些人家的想法 然後會說你看他們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是做了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不然怎麼會女兒也這樣 然後老爸也這樣 所以那時候很怕的就是 非常不喜歡聽到這樣子的一些話 對真的那時候是會很受傷 我很感恩很感謝的就是 我們雖然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 可是至少今天有一棟房子可以住 不用去跟娘租房子 然後至少我還有一份工作 雖然不是很頂好的工作 至少還有一些一些的收入 經歷喊病 癱瘓 和失去至親的傷痛 玉婷和媽媽劉璧坦言 走出來確實花了一些時間 但還好一路上有其他家人的扶持 還有信仰的撫慰 讓他們決定分享自己的經歷 希望鼓勵其他人 我一直以為拿到的成就感就是快樂 癱瘓的時候 就所有東西好像都放下了 我突然才發現說原來可以這麼輕鬆 我覺得現在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先把我自己的身體找回來 然後有更多的體力再去負任其他的事情的規劃 終極的目標吧 就是要去幫助其他人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畢竟要走的路還是很長 也不過是市長跟我說 我們就是像一個 這三個腳都不容許有一個腳倒下來 不然這樣這一個三角就會整個垮了 對 所以你一定要把身體照顧好 很感謝就是有這樣子的姻緣 互相成長 媽媽她以前都把事情都悶在自己心裡面 然後就一直往內去塞一直塞 塞到身體也出了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我們要去調整自己的狀況 然後讓彼此更越來越好 我愛你啊 不是自熱的表達內心情感 但字句都是對彼此的不捨和感謝 現在的玉婷持續復健 期待有天可以奔跑 同時也努力自學畫工 朝她最想做的畫家前進中 還有享受最單純的快樂